今天我们在上课之前先来思考一下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你幻想过人类冲出太阳系向其他星球移民这样一个场景吗? 第二,到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又将会演变成怎样的一种形态呢? 第三,人类自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细心同学应该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来自于课文中关于阿西莫夫基地的推荐阅读 所以今天这一课我们要进入基地来了解阿西莫夫的科幻试据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它首先是一种幻想 那么关于幻想呢 幻想的小说其实有很多种类型 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类型呢 神幻 仙幻 魔幻 魔幻 奇幻 玄幻 等等 这些幻想小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属于想象出来的 那么与此相对而言 科幻小说和这些幻想小说之间又有怎样的差别呢? 我们来看看科幻小说的定义 是的 它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远景 或者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 这是科幻小说的定义 那么关于科幻小说呢 其实最早就有这么一部科幻小说 题为弗兰肯斯坦 大家可能对弗兰肯斯坦这个题目非常陌生 但是我们换一个说法可能就知道了 也叫科学怪人 我们看里面的图画 科学怪人 这是应该说是人类科学小说历史上的第一部 这部小说是谁写的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子 名为玛丽雪莱 其实雪莱不是她的名字 不是她的姓氏 是她丈夫的名字 因为她的丈夫是我们在文学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我们听听看一看她的经典的一句诗 大家就非常熟悉了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来自于英国的诗人雪莱 这一句诗 所以玛丽雪莱是她的夫人 好 这是第一部科幻小说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第一部 我们再看一看 关于科幻小说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往下看 首先作为小说必须要有文才 要有文才 第二部小说尤其是幻想小说 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包括这些所有的神仙魔奇幻等等 第三要有故事性 小说自然是靠故事靠情节来吸引读者 那么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它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这是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 所谓科学性就是一定要有传播 能够传播科幻知识 科学知识 要预见性 就有可能会预见未来 未来的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通过科幻小说来了解 那么关于科幻小说 我们要着重提到这样三位作者 分别是哪三个人呢 法国的凡尔纳我们之前讲过的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 《海底两万里》 这个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中国的刘慈欣 这位作家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气 至于他到底创作了什么 我们刘待后面来讲 这里看我们重要的要说的是 这位美国的阿西莫夫 那么他到底创作了什么 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精彩呢 他创作了整个银河帝国系列 整个的基地系列 而今天我们要着重讲的就是他的基地的第一篇 基地 关于阿西莫多到底是谁 我们在这稍微了解一下 阿西莫夫 阿西莫夫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 科普作家 文学评论家 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最是黄金时代 那时候科幻小说非常盛行 而他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近五百本 其中以基地系列 银河帝国三部曲 和机器人系列三大系列 被誉为科幻的圣经 说到圣经 可见他的作品的地位之高了 成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 余国奖和星云终身成就大师奖 由此可见 阿西莫夫的地位 作为一个作家 他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成就 他提出一种定律 叫机器人学三定律 被称为是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 说到机器人 在后来的很多的科幻小说 或者是科幻影视的作品当中 越来越多的出现机器人 机器人是科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么机器人 他必须要遵循的三大定律 这就是阿西莫夫所提出来的 至于这三大定律 到底是哪三大定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定律 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者因不作为 而让人类自己受到的伤害 也就是说 机器人不能去伤害人类 那么当人类在受伤的时候 机器人应该第一时间去 救人类 第二定律 机器人必须 服从人类给他的指令 除非这个指令 是与低定律相冲突的 比如说有一个坏人 他控制了这个机器人 如果这个坏人的指令 是你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个指令 就是与第一定律相冲突 这时候何以不听 第三定律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 只要这种保护不与第一定律 或第二定律相冲突的话 因为机器人本身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因此呢 要学会自我保护 好 了解这三大定律之后 我们来着重的 认识一下 阿西莫夫的 银河帝国 基地系列重书 到底哪些书呢 非常多 关于基地系列 就有七本 分别是 第一 基地 第二 基地与帝国 第三 第二基地 第四 基地前奏 第五本 迈向基地 第六 基地边缘 最后 基地与地球 这是七本 基地系列 那么呢 这七本基地系列里面 前三本 前三部 称之为是 阿西莫夫基地 系列三部曲 可以说这三部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样的三部 基地 基地与帝国 和第二基地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部 在基地当中 它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个基地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在哪里 它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能都很模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接下来 用这样一些画面 让大家去切身的 身临其境的去感受 基地 这是第一种画面 你看中间的部分是什么 是基地的战舰 整个的战舰 这个战舰 很特别 奇形怪状 而两边的画面是什么 大家看到好像是一些 断壁长远 非常残破 这个其实是经过了一些 战争 所导致的一种现状 似乎并不美 但是我们也有美的样子 看第二部画面 这里出现两个人 左边的第一个人 我们待会会说 她到底是谁 你看她非常安详地 坐在这里 思考着基地的未来 右边这位 是一个女性 她所占的位置 也是基地的世界 但你看到她非常的美丽 不是这个女子美丽 整个的环境 非常的美 那的天 还有碧绿的草地 然而作为基地 它是属于银河系列的 那么看到 这中间的大幅画面 非常的大气 磅礴 很有金属感 很有现代感 很有未来感 战争 战争 机器在这里面 整个在银河系列里面 所以这是 基地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 非常雄魂 壮阔的 这个状态 我们从画面上 真正了解的机器之后 接下来了解一下 基地 它到底讲的是一个 什么故事 基地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在了解故事之前 先来了解一下 关于阿西莫夫创作基地 总是有一种原由 一个契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灵感 它到底是基于什么灵感 而产生了创作基地 在一个想法呢 这里有一本书 叫罗马帝国衰亡史 罗马帝国我们现在没有了 它之所以衰亡 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 我们看到具体的画面 罗马帝国整个的战争的过程 百姓的恐惧 害怕 那些战士们 他们的这种状态 整个导致整个罗马帝国衰亡 而阿西莫夫在看到这本书之后 它就萌生了 罗马帝国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之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整个的情境放在银河系呢 因此它这个大胆的设想 付诸的实践 就呈现出了一部又一部 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 这是它的灵感来源 那么在它的基地系列里面 还有一些元素 我们必须要提前知道的 是哪些呢 首先做一部科幻小说 那它科幻的基点是什么 在基地这本书里面 它的科幻基点就是心理史学 我们都知道心理学 但是心理史学是什么 这当然是在基地这本书里面 所提到的 心理史学包括气体动力学 群众心理学 历史决定论和群体动力论 至于这个心理史学对整本书 对整个的科幻整个故事 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我们可能待会会稍微了解 好 然后我们看到 第一部基地的 它的小说章节题目是哪些 第一章是心理史学家 提到了心理史学 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百科全书编者 第三是市长 第四是行商 第五是商业王侯 这是它的五大篇章 由这五大篇章构成 整个基地的故事 好 在这五大篇章里面 你看心理史学家 到底是谁呢 它为什么能够作为开篇的第一个介绍呢 这就是它的灵魂人物 这个灵魂人物 它还有很多的称谓 比如它说 是基地创始人 这个基地就是由它创造出来的 乌鸦嘴预言家 它所预言的事情 一个又一个的发生 所以我们常叫它乌鸦嘴 心理史学创始人 整个心理史学就是由它创造出来的 川普大学数学系主任 银河百科全书执行编辑 你看第二章里面提到百科全书的编程 好 那么整本书里面 到底有哪些人物呢 人物当然非常多 有正面的 有反面的 但在这儿我们着重提到 基地的英雄 基地的英雄有这样三个 而这三个其实是 他们是隔代相连的 第一代英雄谢顿 第二代英雄哈蒂 第三代英雄马洛 好 那我们从整个基地的故事梗概里面 来回应一下这些元素放在里面 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看看作品的简介 统治银河系达一万两千年之久的银河帝国 正在逐渐走向衰亡 这时候只有心理史学的 敌代宗师 基地之父哈里谢顿 预见未来的银河人民 将会经历一段长达三万年的 充满无知 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 谢顿于是设法聚集起 帝国中最优秀的科学家 来到银河边的一个荒凉行星 建立基地 希望它能够成为未来世代人类的希望灯塔 然而随着帝国的逐渐衰微 基地被号战的墙林包围 人类也面临痛苦的抉择 像野蛮的世界投降 甘心受控制 还是不顾被摧毁的危险奋起而战 而另一方面 基地本身作为整个银河帝国 科技的唯一来源 它却又想独立存在 这个是不是整个基地的故事呢 其实还不错 它可以说是基地主体故事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着重提到一个人物 也就是刚才我们小小的卖了一个光子 就是它的灵魂人物到底是谁 就叫哈里谢顿 那么哈里谢顿到底是谁呢 我们在这儿用一段文字来介绍它 哈里谢顿是爱萨克·哈希莫夫基地系的小说中的一个 虚构的智慧伟人 他用伟人来说 他一个人把心理史学从全都是假设的学说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理论 自创数学公式用在人类世界中 预知了未来又改变了伟人 他是伟人中的伟人 是最聪明 最智慧 也是最强的 在川普的四水林大学担任数学教授期间 他创立了能够以概率方式预测未来的心理史学 而根据他的学说 银河帝国最终会瓦解崩溃 因此他得到了乌鸦嘴谢顿的绰号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乌鸦嘴的游览 当然这个人物很特别 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整个基地的主体故事里面 找不到他的存在 他其实一直存在人们的口中 所以很特别 那么关于哈里谢顿 他既然是一个在主体故事里面找不到人物 那他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呢 这时候我们要具体看到 整个基地的故事框架 和哈里谢顿是不无关系的 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因为这里面整个都提到谢顿危机 可以说是由谢顿危机 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营造了整个的故事框架 那么到底是哪些危机呢 又怎么去化解的呢 而这个危机又是怎么由来的呢 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危机的起源 心理史学家哈里谢顿 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 计算出银河帝国将在未来遭到毁灭 因此提前预设了数次危机 并在多年后一一得到了验证 所以这有很多的危机 在数年后 其实数年后是很长时间以后 好 第一次危机是什么呢 四星球对端子星 对端子星就是后面说的基地了 高科技虎视眈眈 事战哈定武装夺权后 通过星球间的游说 让四星球相互制衡 确保了端子星的安定 其实你看这个故事很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痕 这样一个策略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的危机 那么第二次的危机呢 某星球当权者 以修兴建为由 软禁了哈定 准备侵占端子星 哈定利用科技宗教的力量 从该星球内部瓦解了当权者的统治 化解危机 这第二次的危机化解 奠定了哈定的这样一个地位 第三次危机 哈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基地英雄马洛的时代 光子星在马洛的时代 以形身的方式控制其他星球 某星球当权者在银河帝国的支持下 攻击光子星 马洛以停止对该星球科技支持的办法 激起了民众对该星球当权者的不满 星球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马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巩固 这是前三次的卸顿危机 其实整个的故事就是由卸顿危机 一个一个的创联起来的 那么这个危机仅仅是三次吗 其实不然 它还有四次五次六次等等 这是在基地系列的后续故事当中 我们会继续延伸 这是关于卸顿危机 很多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都对这部作品大家赞赏 叹为观止 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呢 为什么有很多人对它进行推荐呢 推荐的语言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 阿西莫夫的银河系列 基地系列 完整而宏大的世界观 让人一看便欲罢不能 沉浸在他所营造的宇宙科幻世界之中 这个评价就非常高了 第二 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 基地系列 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科幻小说 没有之一 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魔界三部曲 注意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科幻小说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如果没看的同学 第三 阿西莫夫特意将科幻场景具弗拉大 在全银河的背景下 架构他独有的科幻世界 借由银河帝国的新王室 来讨论人性与政治 经济军事等文明要素 产生的互动影响 这种宏观视野 使他的作品处处闪动着 关怀人类未来的笔触 超越了一般科幻作品的局限 最后 基地对人类的太空探索 世界局势 前年经济学理论 甚至好莱坞电影 也产生了声音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渗到了 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好莱坞电影又是如何体现 基地影响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 关于基地这个故事 整个阿西莫夫给我们创造出来的 这样一个基地的科幻 到底给后世 给后面的影视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机器人 也叫机械公敌 那么我机器人 这其实就是阿西莫夫 所创造出来的一本 另外的小说 而以机器人为主 因此很能够体现 它的机器人定律 好 接下来两部电影 其实也是系列电影 是两部怎样的系列电影呢 星际民航系列和星球大战系列 当然星际民航和星球大战 它并非是阿西莫夫创造 但是后面的这个编剧 他们都是受到了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的影响 才有了后面的创作 了解了这样的电影之后 我们接下来 做一个小猜谜吧 看一看 猜一猜 就这么简单一个画面 它其实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 能不能猜出来呢 没错 可能很多东西已经猜出来了 它其实就是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我们非常熟悉了 是我们中国科幻电影的巅峰之作 巅峰之作 而且在流浪地球的故事里面 有这么一句关于交通的宣传标语 非常有名 大家看一看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 两行内 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这部流浪地球的电影 它的创作者 也就是它的编剧 它的原作的作者 究竟是谁呢 这是一个纯中国人打造的科幻电影 因此它的创作者 它的编剧 它的原作作者 应该就是我们的中国人 其实刚才我们回顾了这个作者的话 就应该知道 之前我们讲过一个人 叫刘慈欣 没错 就是他 我们看看刘慈欣 和他的三体 这个就是刘慈欣 三体有三部 分别是三体和第二部黑暗森林 和第三部死神永生 关于刘慈欣和他的三体 这其实是我们高中时 要学习的课外的阅读 我们大致地了解就行了 看一看对作者 和对这个作品的评价 这个人通过三体系列 把中国的科幻文学 提升到了世界水平 提升到世界水平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觉得 中国的科幻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 都是相对而言最弱的 但是因为刘慈欣的出现 把中国的科幻小说 提升到了世界水平 这是对刘慈欣的最高的褒奖 然后他的三体又怎样呢 三体荣获的世界科幻题材 最高奖项 余果奖 大家还能回得起来吗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 同样也是获得了余果奖 成为好人物争相抢购的小说 比如说的小说呢 老师自己也写了一些小说 大家稍微看一看 第一部 《静城风云录》 这是一部什么小说呢 武侠小说 有点像跟风一样 但是最大特别在于 我在这部小说里面 所设计的所有的人物 都来自于我的学生 第二部 《黄山碧水》 《孟燕人》 这部小说呢 其实源自于 我在黄碧之教的经历 当然这里面的主人公 并不是我 而是一个资教的 学生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主人公 其实也是画面中的 人物原型 第三部属于爱情小说 这就源于我在大学期间的故事 也就不多说了 另外 在我的这小说世界里面 这些基本上 很少 很少不过多地去想象 大胆地想象 而真正大胆想象呢 是我的幻想世界 我的幻想小说 其实写了有两部 第一部 第一部是七色花 从这上面的一个介绍可以看出 七仙八女的穿越玄幻之旅 第二部 第二部没有封面 因为封面不好 我看到这个题目叫 隐喻磨机 隐喻就不是正常的地方了 磨机带有磨性的色彩 江山文学 是我在我的小说发表的地方 那么这些小说呢 可能他们有个共同点 因此基于生活 再一个呢 就是纯靠想象 当然 这些纯靠想象 如果纯靠想象 要完成科幻小说的话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科幻小说 需要我们 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才能够进行 因此 这一课的最后 我要送给大家 这样一句一首诗 科学幻想界无边 浩瀚银河渺若若烟 探明未来 凭学问 胸怀黄语 自身先 也就告诉我们 今后 同学们如果有兴趣 要去创作小说 尤其是想要去 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的话 我们不能光靠想象 我们更需要有 很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作为积淀 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一课之后 好好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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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